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配音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 在上一集介紹完這個 圓然後弧圓心角 然後我們介紹一點扇形 那這一集我們首先就來先 推導這一個有關於扇形計算 的知識這並不會很難啦 那我一般都 建議說就是說不一定要 把公式就是把它當公式 背起來我們把它推導過一遍 那不過你會發現這個公式實在是很漂亮 這個計算的方式實在是很漂亮 如果說我有一個扇形 我的弧長是S的話 然後我的半徑是R的話 它的面積剛好就可以 把它想像成這個是底 這個是高 底層高除以2就是它的面積 那為什麼呢不是說因為我們就可以 把它當成這樣 它是有原因的 我們知道弧長要怎麼計算啊 如果今天這個角度我假如說 假設它是CTA角 那弧長的計算方式呢 就是R平方乘拍嘛 對不對 這是 2拍R 2拍R 所以是2R乘拍 然後再怎麼樣 再乘上 360分之CTA 這個是弧長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我今天我要求的是面積呢 面積的話會是我們寫在旁邊 這個扇形面積的話會是 剛剛這個R平方乘拍 然後一樣要乘以360分之CTA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假如要求面積 1R 你會看到我同樣都有這個乘以拍 然後 乘以360分之CTA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把 一個R給它 的話呢 好 有度齁 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會變成R乘 R乘拍乘360分之CTA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剛好跟S怎麼樣 就差一個2R 所以他就很容易的就會變成是 2乘R乘拍乘360度分之CTA 之後再乘1 2分之1 把這個2殺掉 那於是呢就會是我們想要證明的這個 1 2分之1的R乘S 這個地方就剛好是S 好我們接下來看這一題 這一題很經典啦 所以大家搞不好在學校的題目上看過 這個是上一張的問題 只是說我們上一張因為要教的題目很多 所以就沒有把它排進去 好那這裡來介紹一下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這題要怎麼去想 怎麼去講解 然後為什麼他會蠻不容易想到的 題目的描述說 L M和N 都是這一條 這個圓的三條切線 N是切在C點 M是切在B點 L是切在A點 對不對 但是呢你如果要解開這一題的話呢 你要有的一個思考的角度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 N這一點呢 對這個圓做的切線 有這一條和這一條 對不對 他切在A和C這兩點 換句話說呢 你要能夠看出來 NA 其實會等於NC 然後你要能夠看出來 我如果以S為圓外的點 做出來兩條切線 也在圖上 一個切A一個切B 所以SA 其實會等於SB 然後呢你還要能夠看出來 我如果以R為圓外的點 對這個圓做的兩條切線 也在圖上面 一個是B一個是切點是B和C 所以RB呢 會等於RC 這樣子 那當這三件事你都發現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題目 題目說 SP是6 然後PR 8 SP是6 然後PR是8 那其實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SR是10 對不對 然後咧 然後咧 那剛才特別講這三件事情 就是因為 這個根據切線長性值 看出來 這段等於這段 這段等於這段 然後呢 你也可以設位之數 設位之數 就是說我們既然有相等的嘛 代表我一個位之數 可以放兩個地方 這樣也不錯 我們可以設位之數 如果今天 A S是 A的話 X好了 這樣子 讓它 設為X 那這段是也會是X 對不對 就是SB這段也會是X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把這個RC 設成是Y 那BR也會是Y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實有沒有發現 所以在這裡就出現一條式子 叫做 X 加Y 就是SR 對不對 所以我有一個好式子 是X加Y等式 另外一條式子呢 另外一條式子就是 就是在這上面的這個 應該是用 我剛才這裡設X的地方寫不對 我設的是 AS 所以我是AS等於 SA等於SB 設X 然後RB等於RC 設Y 那這樣你就不難想像齁 我們其實還沒用到的 條件就是這一條 NA等於NC 沒有用到 這條拿來設X 這條拿來設Y 然後X加Y等於10 所以最後就是這個 NA呢 是X加6 那他會等於 NC呢是Y加8 加8 加8 這樣連力求解他們就可以啦 兩個數字加起來是10 然後一個加6等於另外一個加8 換句話說他們兩個X2嘛 X2的話加起來是10的話是 4和6 4和6 這個 所以X是6Y是4 所以 這樣還沒結束喔 他問的是什麼 他問的是SC 那要注意喔 SC不是SR 所以不是10喔 SC是多少呢 因為我們解出來Y是4嘛 所以這條是12 所以這個三角形 SNC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畫一下 6 12 所以是6 更號5 最後的答案 齁 SC是 1比2比更號5 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我們來看齁 同樣是作業的這一題 那這一題他說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扇形齁 然後我把它往上翻 彈一下就轉過來 像這個 像這個 好例子 我把它往上翻 他就以這個A點 B點為支點 然後就 轉過來 這樣子 那轉過來的時候呢 讓他的一邊剛好貼 貼到這個A的這一點上面 可以嗎 然後原本的A呢 就已經被轉過來 移到這邊來了 那問你在這個過程中 圓歐所畫的弧線長是多少 那如果我們上一集的課 你有留意到 我有講 就是說 大部分的情況下 沒有特別的講 我們講 弧就會是圓弧 那所以不妨你就去想 就是說 那我既然他是圓弧的話 他的半徑會是多少 然後他的圓心角 會是多少 我們說了嘛 圓弧的角度會跟圓心角一樣 那你有半徑 你有圓心角 你就會求出弧長 所以說這個圓弧 我現在畫的這個橘色的圓弧 大家來想一下 他的 半徑會是哪一段 半徑會是哪一段 那他其實有給你一些數字 他說這個 AOB是40 然後AO是9 就是原本這個扇形的半徑是9 那這樣子這個翻上來的這個半徑呢 也是9嗎 對啦 因為他是用OB為半徑 他是改以B為圓心嘛 畫這個弧嘛 所以他這個心的半徑仍然是9 OK 那現在的重點在這裡 就是說 這個角是多少 對不對 我如果半徑也知道 圓心角也知道 那我當然就知道 畫過的弧長 所以這個圓心角會是多少呢 那大家如果是老師的話 不妨在這裡 你假如說你發現學生沒有寫出來 你可以到這裡 停下來讓他們看一下 那在這裡呢 就是說練習一個姿勢啦 讓自己捕捉到一個姿勢很重要的姿勢就是 圓的半徑會等長 所以說你在圓裡面 任何一條弦 跟兩個半徑所拉出來的 這個三角形 如果說原本這裡是O 這裡是A 三角形OAB呢 它其實是一個等腰的三角形 那你跟我說這裡是40的情況下 這個角色就可以算得出來 他會是180減掉40之後除以2 所以其實這個是70度 對不對 那麼所畫過的圓弧就很簡單 2乘以9乘以拍 然後乘以360分之70 是不是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約分 0約掉 36可以跟18約2 所以最後的答案會是 7拍 好我們接下來看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其實都不會很難 但是就是你要想到要怎麼做 他跟你說這裡有一個矩形 然後這個矩形的對角線焦點 如果用他當圓心畫一個弧 我希望這個弧可以既過B又過C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最後要你問BC弧長是多少 那你們仔細看一下題目 題目有給的數據 包括AB是3跟號3 然後A珠是3 這樣 問你這個弧長 大家想一下 按個暫題想一下 那下面還有一集 這個 有一個圓 你看這題的題目更短 有一個圓 如果圓上面剛好有一條弦AB 它的長度剛好跟半徑一樣的 這麼巧的情況下 問你AB弧應該會是幾度 好 按個暫停想一下 那麼呢 我們就直接解 如果你還沒有算的話 那就請你按個暫停想一下 在這題裡面 我們既然說他要用這個點當圓心 我們把他叫O好了 你如果把他用他當圓心 要畫符 要同時通過B跟C 代表B跟C在圓周上 那所以你的半徑應該是多長 這點要看出來 你的半徑會是OB 因為就是圓心到圓周的距離 可以嗎 那OB會是多長 OB會是整個直角三角形斜邊的一半 那整個直角三角形呢 1-3-2 所以這邊3的話這邊是6 一半就是3 可以嗎 所以我們要求弧長 你看我們剛剛講到 你想要求弧 或者你想要求扇形 你知道半徑 然後你知道怎麼樣 角度 所以這個角度會是幾度 能不能知道呢 那其實是可以知道的 這個角度因為這裡是3 這裡也算出來是3 這個也是3 這裡是正三角形 所以這個角度是60度 問號 等於60度 所以B C弧的長度 那會是 這個2乘以3乘以拍乘以 360分之60 就六分之一 所以是一拍 可以嗎 下面這個問題 有沒有想到呢 如果我有一個圓 圓上的一條旋 剛好跟半徑一樣長的話 這個弧會有什麼特色 那其實齁 這一體跟這一體的 有一個想法是一樣的 但是他就是長更深一點 藏在哪裡呢 藏在沒有把圓心給你 如果我給你圓心 如果我很多餘的又幫你畫的OA和OB 你是不是又會發現他是正三角形 對不對 那他是正三角形 所以這個角 圓心角是60度 所以AB弧就會是60度 這樣可以嗎 在我們前面的作業裡面齁 這個 這題齁 我說明一下 我在這裡就先不理解了 從早上3點15到早上7點半 這段時間 時針的尖端畫過的弧線幅度為多少 那這題你想要解的話 你有兩個做法 一個做法 你把3點15的位置找出來 你以這個12點 為準 想想看這樣子會夾多少 然後到7點30的時候 你把他的 時針畫 對時針畫出來 然後想說這樣子會夾多少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這兩個度數中間 就是他們兩個的落差就是 他所走過的弧度 他問弧度 對不對 這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你去想想 想看齁 就是說 當分 當那個1分1分在過的時候 時針 他不是 到1小時才突然動 他不是嘛 每分鐘其實他都有在動 那每分鐘他到底 動了多少的 動了多少角度 角度動了多少度 那這樣子你去算 然後 算出來之後呢 你看看 從這一個 到這一個 這兩個時間 應該說從這一個 到這一個 這兩個時間 到底經過幾分鐘 欸 這樣就可以把他 畫過的度數 求出來了 下面這題 下面這題比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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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點10和他 他是什麼呢 如果你把它看完 你就會發現 他是在問你直線 也就是說 點10跟一條直線 他的距離是1 而點50跟這條直線的距離是2 那問你符合這個條件的直線有幾條 那重點就在這裡 就是說點到直線的距離 點到直線的距離是垂直的距離 寫一下好了 對不對 那如果我一個點到一條直線 有一個垂直 這會讓你們想到什麼 你們可以想到什麼 那其實呢 我們學過的什麼 跟他有關 切線 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用這個點 然後用這段距離當半徑 畫了一個圓 那他是不是就會 以這一條為切線 對不對 所以其實原本的這個問題呢 他可以畫成一個新的描述 他等於在說 以10為圓心 1為半徑的圓 我畫一個圓 那那個圓的切線 他是不是點10到他的距離 就會是1 對不對 如果我這個是點10 然後我以1為半徑 畫了一個圓 他的切線 是不是就會符合點10到他的距離 是1 同樣的齁 這句就是 點50到他的距離是2 就是說我以點50 以50這個點 為圓心 2為半徑 畫了一個圓 這個圓的切線 是不是就會符合 50到他的距離是2 那麼這兩句一起講 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代表 他要求的是這兩個的公切線 可以嗎 那如果你以點10為圓心 1為半徑畫一個圓 你的這個圓會過 左邊會過00 右邊會過03 03 放大一點 如果你剛沒有看清楚 這兩行字 你可以先看一下 你這個點 你以10為圓心 1為半徑 畫一個圓 你這個圓 左邊會過00 右邊會過20 左邊會過00 右邊會過20 所以 你的圓會是長這樣子的 OK 與50 圓心 二圓半徑 那你的左邊會過00 右邊會過70 所以問你要是這個圓的切線也要是這個圓的切線 也就說是他們兩個的公切線 那符合這個敘述的 直線有 幾條呢 兩圓外離石 這是在複習我們上一張 兩圓外離石 會有 兩條外公切線 還有兩條內公切線 這樣子嗎 對不對 所以他的答案好這題的答案是 四條 可以嗎 答案是四條 好 這題很難啦 這題很難啦 大概在國中你不會看到啦 因為其實我是在高中的 教材裡面看到 那不過高中教材裡面又沒有問的那麼簡單 他又問的更 然後他以那個圓的方程式來去 思考 那只是說 利用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複習一下 前面學過的有關切線的知識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拿他來考試就不必要了 但是還蠻值得介紹一下的 再來我們來看好一樣是之前的作業的這一題 他要你求 他可以說有一個三角形 然後裡面有一個內切圓 那這個圓的就是 所謂內切圓 這個圓的 跟這個三角形的三邊都切 然後他在裡面 都想切切點分別是D和E還有F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說如果腳A是30度 腳B80 那問你說這個時候的他問 DF和EF 這兩個角的度數 那 這也算是比較 有一點像是在複習前一張的問題 差不多啦 那也涉及到這一張的 就我們已經介紹了這個 圓周的幅度 我要怎麼知道DF的度數 如果我們前面所學的 你已經有吸收起來的話 那 你就要知道說 就是我要去想想看他的圓心角 對不對 弧的度數會跟圓心角的度數一樣 那如果是學 就是老師要教學生的話 那你發現學生好像沒有想懂 你就跟他說 我要去尋找圓心角 我們在未來的學習裡面 盡量的你就可以理解到一個 概念 就是說如果問你弧的話 你就去想想看 他如果要問你弧的弧度 你就去想看 他所對的角是幾度 他問你弧就去找角 反過來說他如果問你角 問你這個角幾度 那你就去想想看 那他所對的弧是幾度 那你就去想想看 那他所對的弧是幾度 那你就去想想想看 我用對弧對角 這樣 他今天是BD弧嘛 BD弧 所以他對到的如果是圓心角 我們點一個圓心的話就是 BOD 對不對 就是說你去想想看角 這個 豬F弧啦 我剛剛講錯 他要求的是豬F弧 所以你如果要找角的話 是找豬OF 那豬OF是幾度 我這樣講 到這裡 一樣 停下來 問一下學生 你可不可以看出豬F10幾度 那這個就是我說 有用到前面章節的地方 你可以暫停一下 想想看 我就直接講了 你如果把其他的部分遮掉 只留下這個圓和 這一角的話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他就是很標準的那個 切線長性質的問題 的圖形 這是圓心嗎 所以在切線長性質裡面 還記不記得切線長性質 Db會等於bf 然後 這個外面角b跟裡面這個角O是互補的 然後如果連一條線會把這兩個角平分嘛 所以說呢 其實這個Dof 他會是180度減角b 就是他是100度 那其實角Dof就會是 Dof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如果要求的是 Ef 那其實我應該要去找 Eof角 對不對 他對到的圓心角 你要 所以說這一題有兩個技巧 兩個關鍵 你要第一個你要知道你要去找圓心角 那這個是這一張的 第二個在你知道你要去找圓心角之後 你要能夠想到他其實就是對面這個的補角 那這個是前面那一張的 這樣可以嗎 他最後是問弧長比 雖然沒結束 我們到底只是求弧度啦 對 求弧度也就求這個圓心角的角度啊 那如果你要問弧長的話呢 因為他們一樣都乘二 也都乘拍 對不對 既然都乘二了也都乘拍 那最後再乘上這個360分之自己的角度嘛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弧長比就是他的弧度比 我們還是寫一下 既然題目問的是弧長 DF弧長 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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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所以答案是2比3 那我們這一堂課就上到這裡